低疊底下 所以你在低疊底下 應該會看到有一個 不過我放在網路上面那個是 RAR的一個檔案 所以請各位 把它解壓縮到低疊 因為低疊我印象中 這邊是不會還原的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低疊 第一件事 因為它是免安裝版 不像說 其他的開發環境 需要做很多的開發動作 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它打開來 解壓縮喔 打開來 在執行裡面的 這個程式就可以了 這樣子下一次你來上課 打開低疊 就可以開發了 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我想那我開一下看看 這個如果說 你有JDK裝好的話 應該就會跳出這個畫面 但是如果沒有跳出這個畫面 跳出一個什麼警告的話 那表示你的JDK 是沒有安裝的 OK齁 再來它會問你說 選取工作區 那我就把那個工作區 一樣選在低疊好了 因為將來低疊不會還原嘛 然後我就在這邊給它一個叫Enjoy好了 Enjoy 然後後面的話 我乾脆前面就是加一個日期好了 比如說今天日期 1040314 然後加一個Enjoy 表示說我是將來開發所有的專案 通通會放在這個工作區裡面 然後面的話 我們就開始可以開發了 就這樣子 那前面像JDK是一定要的 那Eclipse跟那個後面那些東西 我想你有時間再去玩好了 那你就先下載我這一個 不然那個其實很複雜很麻煩 一個小地方做錯 你那個環境就弄不出來了 那你就需要直接下載我這個版本 解壓縮打開來 就可以開始開發了 這個算是一個懶人包 試試看好了 第一步 那今天的話 大概如果你可以把422下載下來 我建議你先把它放在隨身碟裡面 那回家再玩玩看 回家也是把它解到低碟 然後那個JDK也許你家裡沒裝對不對 那你就再把它裝一下 然後可以跑起來 然後後面的話 下個禮拜就是開始 寫一點東西 就可以在你的模擬器裡面看到 大概這樣的流程 不過說真的這個東西 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玩 難度是確定是有的 然後講義部分的話 也許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先看一下 到底我們上課的內容 我們大概會講到什麼東西 然後如果你希望多學一點 我建議是去買我講的那個參考書的 至少其中一本吧 然後回來先把它看一下 了解一下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想一個目標吧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那如果有的話 第一個可以開始 因為你程式還不會寫沒關係 先收集需要用到的 包含一些素材 像文字素材 圖片素材 聲音素材 甚至是影片素材等等的 然後呢 再慢慢把後面用到的範例 改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然後慢慢都來 有點像是拼圖一樣 慢慢拼慢慢拼 就東西就慢慢做出來了 那一個APP不是說一下就到位了 它是不斷在改版 一般是什麼 從Alpha版 Beta版 然後Beta版就準備 Ready了 然後就上線 所以像那個Android Studio 在去年吧 它還是Beta版 所以它的編號是Android Studio的編號是 0.7、0.8吧 反正它就是都是0點幾的 到1的話 表示 所以它現在 我最近下載那個是1.1吧 1.1 所以它之後應該會在1.2、1.3、1.4 所以它一直在改版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 把這個環境架起來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會看到Eclipse 這個就是往後我們的開發環境 以後就靠它了 往後就是要跟它好好的相處 不過它會跳一個XX對不對 這個時候為什麼XX呢 因為它會問你說 請你告訴我 你的SD可以放哪裡 因為呢 我們會用到Android的那個韓式庫 那韓式庫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看到這個畫面 不要緊張 你就先怎麼樣把它關閉一下 這邊有個關閉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取消 記得關閉跟取消 接下來 到視窗裡面的 這邊有一個喜好設定 所以如果你就是開起來 如果是什麼XX 那你就先關閉再取消 再來特別注意就是 視窗 喜好設定 做什麼事呢 告訴它說 我的SDK是放在哪裡 那這邊有一個 在喜好設定裡面的Android 點信去這邊XX一下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在Android裡面 會有一個SDK location 那基本上特別注意喔 往後呢 我是把那個SDK是放在 我們的4.22的根目錄底下 會有一個是Android的SDK那個目錄 所以你就把它怎樣 瀏覽一下 瀏覽 告訴它說 我的那個SDK是放在 那個低疊底下 的4.22底下 的Android SDK window 這個 就是我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你告訴它 在低疊底下 這個是我們根目錄吧 下面會有一個Android SDK的Windows 就這個目錄 那我的SDK 因為它是一個目錄 我就給它 它就知道我的韓式庫在這裡了 按確定 再按套用 那你會發現 我在這裡面放了三個版本 就這三個版本 包含就是第七、第十、第十七 那分別就是比較早期中間 跟稍微早一點 稍微細膩一點的版本 那這幾個版本 都是穩定可以開發 沒有問題的 好 而且跑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不會說像新版 你一跑磨捏器 哇天啊 等半天還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東西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完成了 我們環境設置 所以下一次你來的時候 低疊應該有了 然後你開起來會有錯誤 沒關係 關閉取消 到哪裡呢 到視窗的那個喜好設定裡面 視窗喜好設定的Windows Enjoy 然後找這個 告訴它你路徑在這裡 按個套用 好了 開工了 所以下一次記得 反正就這樣流程 那以後這樣的流程就可以開工了 那再來應該就一帆風順了 這個有時候有的人就 鬼打牆可以打好幾個禮拜 好幾個月 都卡在這裡 那我已經給你們懶人包了 保證沒有問題 因為這已經是恩變了 因為我 之前很多學員都是這樣 他說為什麼來上課 因為我自己買書 在家好幾個月 都環境還躺在那裡 開不起來 後來我跟他上第一堂課 他後來就後來開朗了 他說哇原來來上課好好喔 不然的話自己買書在家裡 K好久喔 還是來上課比較實在 真的 有些時候這些東西 自己踹要踹很久 我踹都要踹很久 更何況你們要踹更久 那因為我對這些東西是熟悉 所以有前面的慢慢慢慢 我也比較知道說為什麼 那如果你沒有前面的一些觀念的話 說真的你要把這東西變出來 好像比較難 對啊 就像我為什麼知道有SDK 因為我知道要呼叫他 所以我知道要去那邊抓 他才可以找得到 所以他問我什麼 我比較知道說 我要去哪邊找東西給他 為什麼這樣架構 因為有前面很多的經驗 是告訴我這樣子要這樣做 如果你沒有前面的經驗 可能就先用膽成包 先可以爛出來 那不要有太多的 就是不愉快 反正就快樂的學習 慢慢的有些成果 OK 那今天我想先跟各位開個頭 那我們就先做至少做到這裡 如果你這個部分不OK的話 請你把我的雲端硬碟寄下來 回家再玩一次 至少可以開得起來 然後你把它套用之後呢 按確定 接下來 歡迎使用上面有個XX關閉 後面就是可以再玩模擬器 不過可能講下去會沒完沒了 這邊可以再增加一個模擬器 比如說2.33好了 模擬器2.33 然後再小一點的畫面 我喜歡用3.2的畫面 按一個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把它STAR一下 STAR之後的話按LUNCH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模擬器跳出來 那這個模擬器的話 他就會有點像是 在電腦裡面開一個手機 模擬器 然後以後你就怎樣 把你的APP寫好 丟過去就好了 不過開模擬器需要點時間 就跟變魔術一樣 那不過 當然因為這邊的電腦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 有出來了 在哪裡 在這裡 開機的 有沒有 怎麼樣 在電腦裡面 就會看到一台手機出現 也就是以後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把畫面做出來 把程式寫完 丟過來 OK 大概是這樣的 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是Eclipse的開發 後面我會再補充用另外一套 叫Android Studio 不過他的觀念跟這個好像蠻像的 那個東西感覺好像這個的山寨版 Eclipse的山寨版 所以Google也蠻厲害的 Google就是拿人家現成的 然後改成自己的那個樣子 然後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搭人家順風車 所以我常講 要成功其實很簡單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向上跳 應該會更快 所以Google都很厲害 選了Java 選了Eclipse 然後呢 再找了Android 他本來不是他把它買下來 然後拼在一起 哇 變成智慧手機的王國了 現在市場率超過九成了 八成多九成 應該好像超過九成了 現在大概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其他家都應該可以忽略了 現在只剩Enjoy跟那個Apple 那你說Windows 跟那個早期他什麼 那個Blackberry 就是那個我們應該已經忽略了 Windows也可能也會慢慢被忽略了吧 你看出來了對不對 這時候就可以開工了 OK 沒有問題吧 我想今天的話就先到這裡 那下禮拜的話 就把東西準備好 需要講義的就把講義應一應 OK OK 好 那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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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